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名男子心甘情愿送上十多万元 她究竟有何魅力 网上烈焰的女子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彬 这个人叫刘阿梅 今年31岁 是新渔市的一名离异少妇 就是她天天在网上通过QQ 对年轻男子进行烈焰 至少有五名男子 拜倒在她的石榴群下 送上了总共十万多元的财物 以求得刘阿梅的欢心 刘阿梅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能够如此轻易迷倒这么多人呢 新渔市的小伙子小棠 在网上遇见了一位 主动和她聊天的女孩 女孩说自己名叫刘子薇 今年23岁未婚 小棠今年26岁 在当地离家建筑公司工作 平日里她最大的爱好 就是上网聊天 而目前找女朋友 则是她的首要目标 很快小棠和女孩见了面 两人交谈得十分融洽 女孩的热情开朗 让小棠有些动心 聊着聊着 她说要做我女朋友 她就要做我女朋友 对方的大胆表白 让小棠觉得既吃惊 又有些兴奋 不过小棠很快就说服了自己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吧 她说给她买个什么手桌 黄金的手桌 她说买个手桌 我就去你家见你爸妈了 一次见面 小棠就已经确信 眼前的这个女孩 就是自己未来的结婚对象 她当即就带着刘子薇 来到了一家金店 花一万五千多块钱 给对方买了一个金手桌 作为定情的信物 当晚刘子薇跟着小棠回了家 小棠的家 在新渔市近郊的一个小乡村里 父母都是当地的普通农民 哥哥已经成家有了孩子 于是他的个人问题 就成为了父母平日里 最为操心的一件大事 就成为了一个小乡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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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薇的突然出现 让他们感到非常开心 虽然儿子说是网上聊天认识的 不过朴实的父母 还是欣然接受 并且很快认可了 他的准儿媳妇身份 现在这就是礼仙 帮他到过来 该去拿出来 是我生长的 帮他家裡 我去廣東 蛮高兴的 我去死我来 来到家里 有点 有点 他去死我来 希望我现在 我現在来 我去疼你 我就疼你 你以前我就把你以前 我就借給你 怎麼回事呢 有些女孩子來第一次 她也不會那樣子 太主動了 我心裡想說 但又不敢說的那種 我發現如果是坦誠了 以後坦誠了 那也不好 第二天一大早 劉子薇對小湯說起 自己在新魚市的女人街 租了一個店面 一直在做服裝生意 這兩天準備去進貨 還差五千塊錢 小湯聽完二話沒說 立刻就去銀行 取了五千元給了劉子薇 不過讓小湯沒有想到的是 這一切還僅僅是個開始 過了兩三天的樣子 她說她借了她同學 一萬塊錢開的這個店 她說要還錢 她說作為你女朋友 我拿一萬塊錢去還賬 我又給了她一萬塊錢 當時我就從家裡問我爸拿的 一萬塊錢現金 我幾個女人 我拿過沒的錢 我沒有理由 如果搞個天空 給你沒金子 是吧 怎麼辦 那時候不必交 不必發表 從兩人開始交往 劉子薇就以各種理由 向小湯要錢 為了女友 小湯瞞著父母出去借錢 僅僅半個月的時間 小湯已經為劉子薇 花掉了五萬多元 她一個手機在家裡 那天她看到了 她說你那個手機 有沒有會有用嗎 她說你沒有 你給她姐姐用那個手機 我說好啊 但是她說什麼 我都同意她 然而小湯的真心付出 並沒有得到回報 四月份 新雲市公安局 高興分局民警通知小湯 劉子薇 因為涉嫌詐騙 已經被刑事拘留 31歲李懿少父 天天在QQ上 烈焰年輕男子 五名男子 心甘情願送上十多萬元 她究竟有何魅力 網上烈焰的女子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美方嗨購全國甄選 本期推薦紅豆薏米燕麥餅 選用的赤小豆來自黑龍江五常 這裡土壤肥沃日照足 雨水分配生長周期長 至全國著名優質紅豆生產基地 還有河南的薏米 內蒙古的燕麥 新疆的紅棗 山東的小麥等優質雜糧 富含膳食纖維科學配比 營養相輔相成 木糖醇代替了傳統的白糖 吃了也不用擔心發胖 做小零食或營養早餐均可 現在下單馬上快遞到家 掃描二維碼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購直接購買吧 所有人都聽好了 要想日子過得好 生活瀟灑沒煩惱 趕快加入大海熱線會員 以後再遇到繁心事 感人事 鬧心事 高興事 這都不是事 大海熱線通通幫你解決好嗎 但是記住 得先加入大海熱線會員才行 打開手機微信 掃描二維碼 按住識別 數全登錄 加入大海熱線會員 立馬就能得到現金紅包 最高可得88元 轉發的朋友還能天天炒紅包 每天就消費維權 每日服務 熱線福利購9塊9買所有 這好事上哪兒照去 記住 就掃描個碼 加入大海熱線會員 熱線會員帶著好 日子潮灑沒煩惱 趕緊掃碼 加入大海熱線會員吧 記者實地體驗調查 只為更好 北方嗨購 和諧中華 雨露滋潤 和肥貴 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建設法治遼寧 大家齊努力 有警社故事 這裡是北方警示 歡迎回來 因為沒有正常的經濟來源 於是找男朋友 就成為了劉阿梅的職業 而以各種理由 從男朋友那裡騙來的錢 就成為了她消費的保障 根據警方調查 小唐並不是唯一的受害人 她不過是劉阿梅 眾多男朋友中的一員而已 那麼劉阿梅 對這些所謂的男朋友 是否動了真心呢 覺得還有受害者 現在我們已經掌握的 這五名受害者是 已經確鑿的 還有一些跟我們聯繫了 詢問了這個案子的情況 並且表示了自己是受害者 劉阿梅長期居無定所 不是住在賓館 就是住在那些 所謂的男朋友家中 經過證實 僅目前警方掌握的五名受害人 被詐騙金額就達十多萬元 而且犯罪嫌疑人 劉阿梅極其好賭 只要手裡有了錢 第一時間就是坐在麻將桌上 賭得非常大 而且就是因為她賭得大 所以她要不斷地去詐騙錢 在當地一家典當行中 民警追剿了部分 被犯罪嫌疑人 劉阿梅典當出去的物品 其中就包括受害人小唐當作定情信物 送給犯罪嫌疑人的那支黃金手鐲 除此之外 所有的詐騙所得已全部被劉阿梅揮霍一空 在新渝市看守所 我們記者見到了犯罪嫌疑人 劉阿梅 對於警方對她涉嫌詐騙的指控 時至今日 劉阿梅竟然仍是失口否認 當我們問起她和小唐第一次見面 就像對方所要手鐲的事情 劉阿梅認為自己非常冤枉 對於一開服裝店和進貨的名義 騙錢的做法 她的解釋就更加奇怪了 當我們問到 為什麼要隱瞞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年齡時 劉阿梅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 至始至終 犯罪嫌疑人都在為自己的行為 做著各種狡辯 而對於小唐的付出 眼前的這個女人更是毫無愧疚之意 劉阿梅的說法現得極其苍白 警方指出 在鐵的證據面前 那些說詞完全是詭辯 第一個是多人 第二個她所獲得的這些財物 不是非正常的 已經就是非正常的 不過當我們記者提到她的孩子的時候 劉阿梅開始變得沉默了起來 為了了解犯罪嫌疑人以前的生活情況 我們找到了劉阿梅的姊姊 她的姊姊告訴我們 劉阿梅基本上不回來 雖然是親姐妹 但是她們之間卻幾乎沒有什麼交流 當我們提到那些受害人時 她姊姊開始顯得十分激動 但在冷靜之後 劉阿梅的姊姊還是向我們說起了妹妹的變化 真心的付出 結果換來的卻是人才兩空 對於設施衛生的小唐來說 這個打擊讓她一時間無法接受 騙了我這麼多年 我也天天睡也睡不著 有的借來的錢 也是我爸媽是吧 為了我早點結婚啊 都是我爸媽的一種那個心物錢 感覺太傷心了 太難過了 如果錢那裡還不是家的錢 那裡有錢 我十分一毛有錢 如果上山就 都等過一點點 做一點棉花 一點桃骨 毛什麼時候給我買菜 我拿棒子 都有苦力 想不到他們去 夫妻倆一年的收入 不過一兩萬元 原本並不富裕的家庭 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老師本分的夫妻倆 沒有過多地去埋怨兒子 只是一味地譴責騙子的可憐 生活的艱辛 和對未來的迷茫 我搞得我爸媽都很傷心嘛 花了這麼多錢 這個是雪花錢 人家一年個多 一年個錢 賭我們到錢 那是吧 該該二十二用花吧 我老子裡面 是吧 還有點問題 我賭毛錢你看 老一手啊 在網絡高度發達的今天 跟網友見面後上當受騙的案例 可以說數不勝數 而這眾多的案例 卻都有著許多的相似之處 就像在這起案件中 幾個受害人家庭條件都不是很好 而且文化都不是很高 都不喜歡接觸外界人 就性格來講 比較立向的一種性格 那麼突然之間接觸一個女孩子 那麼她就很容易去 自己認為感覺良好 她就會去相信別人 因為被騙 給小唐的家庭帶來的打擊 值得我們同情 不過我們也不得不正視 作為受害人 小唐自身所存在的問題 其實要識破這樣的騙局 並不困難 一旦跟這個微信 微友或者是QQ好友見面 在不能確定對方身份的情況下 我覺得應該就是 不要有大額的這種金錢的這種妄想 如果有這種心態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詐騙就不成功了 其實阿梅的騙數在我們看來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高明之處 但是它卻能夠屢屢的得少 確實令人感覺有些難以理解 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當局者迷 旁觀者輕 在這裡我們要再次提醒大家 網絡交友需謹慎 在真心付出 真心對待的同時 基本的警惕和理智永遠不可缺少 有請是有故事